武汉肺炎肆虐导致人心惶惶 全球都在高度戒备 许多人现在都尽量不去人多的地方 以避免感染病毒 然而在这个春节 身在中国各地的医务人员 他们却选择离开家人 纷纷前往武汉援助应对疫情 截至目前来自中国北京 上海等等的支部医院 一共派出了52支的医疗队 有超过6000名的医务人员 按照医院的需求 展开了医疗救治行动 站在最前线去支援武汉 默默地跟家人道别之后 眼前一般接着一般的医务人员 在这个春节期间带着物资 正准备赶渡到武汉去对抗疫情 有些医务人员为了不让家人担心 而选择隐瞒着家人 坚持前往武汉支援 回来以后再告诉家人 这个激动的消息 现在暂时还没有 没有敢给他们说 怕他们担心 我们所有人都是主动要求上战场的 疫情就是命令 尤其是现在这个疫情 所以说对我们来说 这应该是责物旁贷的事情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在医院里头此时此刻 最忙的百医战士 也在不眠不休的照顾病人 站在最前线最困难 最容易受到感染的地方 进行战斗 有的护士甚至是已经48个小时 没休息了 大家都说你休息你休息 就包括我们现在护士长 你休息你休息 但是就那种热情 就是在工作上面的热情 特别是在这种特别需要的时候 就这种热情 所以大家都不是特别愿意休息 除了医务人员的精神值得敬佩 在网路上也流传着 一名北京的士司机 身穿超强装备 把口罩 眼罩和防护衣都穿在身上 密不透风地继续在客 师傅您穿的这样 有人敢坐您车吗 虽然被乘客笑说 这样没人敢坐他的车了 但他却认为 另外在武汉当地 尽管疫情严重人人自危 但是当地的居民 在武汉封城的第五天 相约在家中一起打开窗户 高喊武汉加油 源源不绝的加油打气声 在黑夜里头响彻云霄 大家就这样相互鼓励着 一起咬紧牙关 渡过难关 5号加油 在这边要说一声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全世界都要加油 那其实随着武汉肺炎疫情 不断蔓延的同时 中国三十个省区市 已经先后启动了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市 一级的响应 在武汉率先封城之后 中国各地也都跟着实施封城 或封省的措施 大家不但只是留在家中减少外出 甚至还谢绝亲友到家拜访 中国网民之间还互相传达一句顺口溜 今年不见明年还可以再见 在这个农历新年期间 不少中国不少的地方村落 还出现了自行封村的动作 使用自己自创的独特手法 阻止亲朋戏友来村里拜年 村民自制防疫措施 封村封路禁止亲友近村的照片 在微博以及微信上疯传 引起了不少的网民热议 在网络上流传的照片当中 还可以看见 不少村庄的路口都挂有红布条 又有村民手握关刀 砌枪把关 设立检查站轮班看守 有的不惜出动了大型的运输车辆 泥土砖头树枝等等堵着进村的道路 还有的就以逗趣的语气 在门口的横幅上写着 不聚餐是为了以后还能够吃饭 不窜门是为了以后还有的亲人的标语 那各种各样的方式呢 无奇不有 只不过中国公安部在昨天宣布 村民未经批准擅自推土 设置路障断路阻断交通 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 虽然封村的措施是早在2003年 对抗非典SARS的时候 就已经形成的经验 但是村民呢 仍然是不允许自行挖掘堆土 设置路障挖深沟 以免阻断来往的交通 那除了公安机关以外 其他单位都不准在道路上设置检查站拦截 检查车辆 公安劝告民众 如果需要在路旁进行检查的时候 可以委派代表去参加公安机关的检查站进行工作 没有公安检查站的地区 有关单位呢 如果需要设置检查站时 都必须经过公安机关的批诊 要继续 了我 你 有 有